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贾小陈出席新戏记者会 这是他产后首次接拍新戏 不少粉丝都感到十分兴奋 受访七点 贾小陈提到宝贝女儿即刻面露笑容 他透露 BB目前已经八个月大了 问到外出工作 会否不舍女儿 贾小陈为我出门口之后就开始想她了 现在做了妈妈就知道是什么感觉 BB在香港暂时让工人带着仙 贾小陈又直言之所这次会接拍电影 今天这部电影是在香港取景拍摄的 他表示 她露早前有内地片商 邀请她拍摄电视剧 但要在内地工作 而且要去七十多天 所以推掉 看来昔日的性感女神 如今已经变成有女万世俗的贤妻良母了 问到会否乘胜追击继续追生二胎 贾小陈孝贵 还没想这个问题啊 先带好这个BB先了 出去工作就少了时间陪伴 BB我都觉得很内疚 以前见BB都没什么感觉 现在做了妈妈之后就感受好深 贾小陈孝贵 剧组没有特别安排迁就自己的时间 但由于今天是第一天开工 所以还不算太辛苦 聚悉 这次在新戏中 贾小陈是饰演一名女警察 更与早前刚刚成为人妻的中心同阿娇有不少的对手戏上演 这次返港出席活动兼开工 问到老公樊少皇有没有随行照顾周全 贾小陈则表示老公有跟随返港 不过接下来又要短暂分别 因为他之后要去工作 最少去一个月 所以我觉得爸爸已经整天要开工了 如果妈妈都整天在外地开工 对BB不好 好